老闆 你拿这两个石头干嘛呢 啊 这个是泡辣椒 泡辣椒 对 就腌制那种辣椒是不是 对 放到那个 上面把它 刷过来 就是那个石头压榨 把它压紧 今天中午弄完 对 那我等下一起帮忙 嗯 哇这个不是老古董吗 这个吗 以前你奶奶 种那个米豆腐的 这个也是可以放的 米豆腐啊 嗯 它以前是这样嘛 那我就 把这个泡刷一下 就放在这里面 对 这个辣椒是自己种的 还是买的 哪个大凉 哪个大凉 就那个油天 那个大凉嘛 然后把那个盐 泡一下 先放点盐嘛 对 泡了 然后就放在这里面 这洗的吗 洗了 哦 先洗好了是吧 对 放到盐吧 泡一下 泡一下 这个要泡多久呢 半个月吧 半个月才会吃完呢 我说的是那个盐 那个盐 一天吧 这个盐要泡一天了 嗯 这个辣椒腌制的话 搞点那个什么 放点 芹菜里面 然后还有那个牛肉呀 都挺下饭的 嗯 好吃 不管什么菜都 都放两个酒就好吃 那也不是说什么都放 菜都放 适合这个菜能不能放 豆腐啊 煎豆腐啊 豆腐也可以 豆腐放点泡浇过去也可以 挺好吃的 还有那个牛肉啊 是 还放点盐吧 这还要放盐呢 对 你刚才不是放了盐了吗 放了盐 不咸 哦 这个多放点盐 就是那个 那就不会烂掉是不是 对 又好吃 那这个拿来干嘛呢 这个 这个放在那个上面嘛 把它压住 哦 这个稻谷 这个稻草就放在这个上面 对 没有些水 然后就这样子可以 然后就让它腌制半个月 半个月是不是 对 就这样嘛 用这个倒早比较 很爽的 到时候 就好吃 哦 我以为 我以为早上你 你洗这个石头干嘛呢 原来是用这个 没有见过吧 今天是见过 但是我不知道你早上洗那个石头 是用来干嘛的 呵 就是把那个盐 盐 盐那个 把那盐 盐 把那个石 把那盐 那个就不去的 就跑得 红红的 放不下了这个 对 把那盐盐 放不下了 能放得下吗 可以 得盖都盖不了 不要盖 老妈 哎 我准备明年出去了 去哪里 去福南 去福南 嗯 去那个 一只老张那里 看一下你们什么事 就 前两天 把电话过来 叫我过去 那天气这么难 要多带一点衣服 嗯 这两天天气 确实是 那个温度一下子降下来了 你在家里面也那个 要做好自己的生命 嗯 还有 路上开车 要安全 好 放心 嗯 嗯 然后 多带一点衣服 好 你在家里面 你就是 该吃吃 该喝 也不要去太吃 嗯 嗯 今天是国庆节啊 但是 住家里面 国庆节快乐 也住我们的厨房 繁荣强大 这个是三千水 泡辣椒 这个要加水啊 这个 要加水 这个 不是加肉水 要加冷水 冷水 三千水 这个我没弄过 你肯定是弄过的 麻烦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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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样子可以吗 要等它 要不要盖 要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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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盖也可以 盖也可以 嗯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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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是之前 人事家里面也有说过那个 建议出去外面 找得什么 什么事做 嗯 之前都有想过这种问题 因为在家里面也是 没什么收益 所以说之前都会考虑 然后我前段时间是 问我那个朋友 因为他那里现在也不忙 所以说也没去 刚好是老张打电话过来 然后去他那里看一下 那老妈 对 一起帮我做些饭 不去不去 叔叔还是有点难分 但是为了生活也没办法 是吧 嗯 还是出去外面床一床 挣点 挣点钱 行那今天准备做饭了 我们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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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